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探讨特朗普新政府的动向 包括他对财政不偿的提名及其潜在影响 以及他对移民政策的激进计划 首先 特朗普的财政不偿人选不仅仅是印钞票的人 这一选择将成为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指标 不同的候选人对于如何使用关税有着各自的看法 这些意见可能影响美国的经济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 可能会引发通胀 并对股市造成影响 这使得他的选择充满了不确定性 接着 我们将聚焦于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马特 盖茨 这一提名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激烈反对 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共和党忠诚度的考验 盖茨的背景和指控让人担忧 而他是否能成功获得确认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最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显示 他对于实施大规模移民驱逐的计划 已经准备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这一计划引发了人权倡导者的谴责 也让人质疑其可行性 这些议题将对未来的美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坛 特朗普的政策动向再度引发热议 近日 特朗普在选择新一任财政部长时 似乎是想要透过这一人事安排来表达 他对关税政策的立场 从竞选时期开始 特朗普就频繁提及要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作为谈判筹码的一部分 但其具体的实施细节和策略一直模糊不清 这让市场和企业界对他的财政部长人选 充满期待和不安 在财长人选中 亿万富翁斯科特 贝森特和 Kenter Fitzgerald霍华德 卢特尼克成为热门候选人 据美联社报道 贝森特认为关税是一种一次性价格调整 主要针对中国 而卢特尼克则更倾向于广泛的关税政策 强调保护美国工人 这两位候选人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政策路线 可能深刻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议程 但无论最终选择谁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都可能面临风险 经济学家指出 对中国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可能会让美国典型家庭每年损失2600美元 进而引发市场的震荡和不满 这对于一个希望以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来赢得支持的政府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国会山的提名也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特朗普提名马特·盖茨为司法不偿 这一决定在共和党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应 盖茨因其备受争议的背景 以及面临的法律调查 让不少共和党议员心生不满 约翰、博尔顿等人士更是直指盖茨 缺乏担任此职位的道德和能力 这让特朗普的这一提名 成了一场对共和党忠诚度的考验 盖茨一向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 这次的提名 被是做对他过去支持的一种回报 即便如此 共和党内部的分歧 仍然让这一提名前景未明 许多共和党参议员 已经明确表示 盖茨的确认将面临重大挑战 而这一事件 也成为特朗普重塑白宫政策的一个契机 此外 特朗普还在考虑 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其移民政策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 特朗普计划动用军事力量 进行大规模移民驱逐 进一步引发了人权组织的批评 和法律层面的质疑 特朗普的政策顾问 曾建议授权美国国民警卫队 进行突袭和拘留 但这样的政策 不仅需要巨大的执法能力 且会耗费数千亿美元 特朗普在任期内 曾试图利用紧急状态 来推动边境墙的建设 现在他计划以类似的策略 来推进移民驱逐 尽管其政策的实施细节上不明朗 但这一计划 无疑会面临来自法律 和社会层面的挑战 特朗普的各项政策动作 都无不透露出 他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激进风格 然而 这样的激进政策 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国会的态度 民意的反应 以及全球经济的变化 随着这一系列人士 和政策安排的推进 美国的政治舞台 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挑战和变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特朗普选择的财政不长 人选会影响 他对关税的政策 如果他选择支持高关税的候选人 那么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 增加政府收入 并且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廉价进口商品的威胁 就像斯木特获利关税法案 在大萧条时期 曾被用来保护本土产业一样 这是一个有效的保护主义政策 啊 斯木特 获利法案 真是一个绝妙的例子 他成功地把经济大萧条搞得更加精彩 当时的高关税政策导致了全球贸易的崩塌 许多国家报复性的关税 最终让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 特朗普的高关税计划也是如此 它不仅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战 还可能让美国消费者为高昂的商品价格买单 但必须承认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旨在重振美国制造业 让更多的工厂回流美国 这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 即使短期内有些代价 但长远看可能会促使美国更加自己自足 降低对外的依赖 走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哈哈 自己自足 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打算 自己在后院种咖啡豆的人 现代经济的竞争力来自于全球化 多样化的供应链和技术创新 而非依赖于老旧的制造业 实际上 高关税政策可能会让美国企业 失去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 即使如此 特朗普还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去实施这些政策 那就是国家安全 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限制其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 这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谈判筹码 确保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据优势 哦 国家安全 这个万能的借口 别忘了 经济战备后的代价常常是社会的分裂和民众的不满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给他带来短暂的政治胜利 但最终可能会因为经济后果而失去选民的支持 毕竟没有人喜欢看到自己的钱包变薄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 在这场辩论中展现了各自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同观点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引入了历史案例与经济理论 使辩论内容丰富而具体 然而两位辩论者对于同一议题的看法却存在显著的分歧 这也揭示了当前经济政策讨论中的复杂性 楚天书的论点在于高关税政策能够保护美国工人 增强经济自给自足的能力 的确 保护主义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收益 尤其是当本土产业受到外部冲击时 然而 他所提及的斯木特·霍利法案的例子却是反面教材 其所引发的全球贸易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加剧 无疑是高关税政策失败的一个警示 楚天书在论证中为对这一历史教训给予足够重视 使得他的观点显得有些片面 而谢奇奇则深入剖析了高关税对于消费者和国际贸易的潜在负面影响 他善用幽默的比喻来强调现代经济的全球化与多样化 并指出高关税政策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失去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这一观点不仅具有说服力 还对当前经济环境中企业如何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清晰的视角 总的来说 楚天书的论点虽然从保护主义出发 但未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化环境下的经济忽疑性 而谢奇奇的观点则更具现实意义 强调了高关税政策的潜在风险和社会经济的整体影响 两位辩论者在对话中展现了良好的思辨能力 然而对于未来政策的影响 仍需要进一步的时政分析与综合考量 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 寻找一个平衡点 已经固保护主义与国际合作 或许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